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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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在很多方面扩展你的知识 在每一项练习里面 你将会更了解人生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拥有你梦想中的人生是多么容易 前十二项练习是针对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以及过去所得到的东西使用感恩的魔力 因为除非你对目前所拥有的 以及已经得到的东西表示感谢 要不然魔法是不会发生 而且你不会再得到更多 这前十二项练习将会令到感恩的魔法马上出现 接下来的十项练习是针对你的渴望、梦想 以及你想要的一切使用感恩的魔力 透过这十项练习你将会能够确保你的梦想成真 而且你将会看到你人生的境遇好像魔法般改变 最后六项练习将带你到一个新的境界 让你可以使感恩渗透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心灵中 你将会学到如何使用感恩的魔力帮助其他人 解决问题以及改善你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任何负面情况或者环境 你不需要重新调整行事力 因为每一项练习已获得特别的设计 可以刚好符合你的日常生活作息 无论是工作日、周末、假日、还是假期 感恩是可以随身攀带的 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 而且无论你走到哪里 魔法都会发生 如果错过了一天的练习 你很可能会失去已经产生的动能 为了确保没有减损魔法 如果你错过一天的话 就往后倒数三天 而且从那一天的练习开始重复做起 有些练习是安排在早上 而有些练习就安排整天在做 所以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阅读每一天的练习 有些练习需要前一晚阅读 因为当你一睡醒的时候就要练习了 我将会告诉你何时要准备这件事 你可能想要每晚临婚前阅读隔日的练习 以做好准备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请确保早上再阅读一次练习的内容 如果不想要按照顺序连贯地做这28个练习 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使用它们 你可以针对人生中想改变或改善的某个重要课题 选择一项魔法练习 而且连续三天或者连续一个星期都做那个练习 或者你也可以一个星期做一个魔法练习 又或者是一个星期做两个魔法练习 唯一的差别是 你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才可以见到你人生中的变化